大家都知道甲鱼的营养非常丰富 而且也非常的好吃 但是处理甲鱼的时候却比较麻烦 特别是甲鱼的那股土腥味 如果处理的不好的话 根本就很难入口 其实只要利用好甲鱼的胆汁 甲鱼的土腥味就会气除得非常干净 现在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往下看吧 首先咱们先准备一只两斤重左右的甲鱼 先把甲鱼翻过来 甲鱼翻过来以后会伸出脑袋 趁着这个时候 要迅速地抓住甲鱼的脖子 找到甲鱼的气管和动脉 直接切断就可以了 再刷好的甲鱼要放到开水中烫30秒钟 甲鱼的表面有一层腊质结构的皮 经过开水烫了以后 就可以很容易地气除掉 如果不气除的话 吃起来会特别影响口感 这是甲鱼连接向下壳的甲骨 两边各有一处 咱们只需要把这个地方给敲断 然后再准备一把锋利的刀 圆着甲鱼的前边 把甲鱼剖开就可以了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甲鱼的肺 是不能够食用的 还有看起来这些白花花的地方 是又油腻又特别腥的脂肪 这些地方一定要摘除干净 甲鱼其他的内脏清理干净以后 是可以食用的 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 把甲鱼的胆给保留下来 最后再把甲鱼剁成稍大一点的块 甲鱼剁好以后 先放入一个大碗中 把刚才保留下来的甲鱼胆挤破 再把胆汁浇在甲鱼上面 搅拌好以后放置10分钟 经过这样处理以后 甲鱼的土腥味一下子就被去除掉了 现在咱们准备一些简单的配菜 一块老姜切成小块 半颗大葱切成斜段 然后再准备十几颗大蒜 不要拍扁也不要剁碎 直接把皮剥掉就可以了 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以后 起锅放入甲鱼 放入一部分的葱和姜 倒入一些料酒和足量的清水 水烧开以后继续煮三分钟 三分钟以后捞出甲鱼 再把甲鱼放入温水中 仔细地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以后沥干水分 接下来起锅热油 油烧热以后先倒入大蒜 用中小火慢慢地把大蒜炒香 焯出蒜油 当大蒜被炒到表面金黄以后 先捞出 接着再倒入剩下的姜和蒜 把姜蒜炒出香味 炒香以后再倒入甲鱼 打开大火继续翻炒一会儿 炒干甲鱼表面的水分 翻炒好之后再放入两颗八角 一小块桂皮和几片香叶 几颗干辣椒 然后再放入两三颗香菜 再倒入一碗的清水 倒入一小勺的盐 鸡精和白糖 小半勺的白胡椒粉去腥蒸香 20克生抽和10克老抽上色 一勺的蚝油提鲜 盖上盖子烧开以后炖煮10分钟 10分钟以后打开盖子 用筷子挑去里面所有的料渣 挑干净以后重新倒入大蒜 稍微整理一下 让大蒜浸没在汤汁里面 然后再把火调到最大 继续烧3到5分钟 把锅中的汁水给收一收 收好以后出锅装盘 最后撒上碧绿的葱花 美味继承 这样做好的甲鱼 软糯可口 鲜香十足 如果您喜欢视频的话 一定要记得点赞和关注 支持一下哟 谢谢大家